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沒有喝酒的? 越喝越少 都會有喝的 年紀大了 不喝得那麼多了 年紀有多大? 年紀大本身的肝的功能 你就要留下來去分解一些好好的酒 所以記住去到某個年紀 你就不要拿什麼垃圾在那裡喝 留一些比例來喝好酒 那喝酒的時候 你有沒有試過喝完之後頭痛呢? 有 而且還喝到一些 又不一定是最便宜的 不過是別人請我喝的 要陪人喝那些這樣的中國白酒 開頭又覺得特別上頭 然後縮醉 剩下頭痛的感覺 又可以整天幾兩天這樣就非常辛苦了 所以那種喝酒的頭痛呢 其實都是令到我們都會選擇酒喝的 我不知道台長你會不會留意 就是有些酒特別令你頭痛 有些酒特別沒事 但是你自己會不會有個理論 就覺得有什麼酒會特別令人頭痛 那你有沒有什麼心得呢? 這樣當然 我喝酒就沒試過頭痛 但是我試過喝到吐就試過了 但是這個很簡單的 因為你吃不夠東西 你喝了太多就喝了湯 但是我就比較少縮罪的 因為都控制到自己那個喝酒的數量 不過呢 我們想問的問題就是 這個喝酒 特別喝紅酒會導致頭痛 這個我們有沒有科學方法去研究這個呢? 但是我再解釋一下再問一件事 其實你信不信是紅酒特別令人頭痛的呢? 應該是的 我說一個例子 我知道親身經歷來的 有一位朋友 這位朋友現在怎樣我就不免得說 因為我一說他怎樣 大家知道他是誰 其實有一天 就有個很有錢的朋友請我喝酒 有錢朋友 照他應該喝什麼喝酒 他喝完之後呢 就是跟那個朋友馬上頭痛 是 接著眼睛有事 那他們就馬上走去醫院 因為他們 就是聽到眼睛有事一定是甲醇的東西來的 是啊 是假酒來的 喝了假酒 那我覺得很不幸 就是用一些很高價錢去買一些美酒 結果喝了假酒回來 他時候他都沒有問那些人是假酒 他只知道差不多眼睛了 是啊 是啊 這個就很恐怖了 這些事不是發生 發生了很多次的了 應該就是說 那首先就是 你可以說說為什麼眼睛有事呢? 這裏就一拼連著那個頭痛的問題一起去講 首先 無論你甲醇還是月醇 就是大家喝來都有那種酒意的感覺 但是當然 麻煩在一個位置就是什麼呢? 甲醇和月醇你喝下去 經過你乾的酵素去第一步去分解消化的時候 他就變成了甲醇和月醇 那你聽到甲醇這個字 就是都不是很老禮的了 現在你在香港聽到的 獨離的嘛 你譬如現在裝修那些 或者你剛剛家居那些 不要真的進去 因為甲醇要喝 是啊 你不要喝 直接你聞得多 你都是會致癌的 是吧? 那如果是入了血的時候 無論是甲醇和月醇 他積聚了太多 無效被消化 就是消化不及 不能夠有效消化的時候 都是會頭痛的了 他不止頭痛的 是引發你吐心啊 跟著就是 還有是那種 就是頭痛啊 還有臉紅 其實都是來自是這樣的 那就是如果你喝了是紅的話 很多時候就是你身體 他把你那些這樣的酒精 分解了第一步之後 之後的第二步分解不及 因為它有一個分解 它有一個步驟的 由那些月醇變成月醇 再做月醇 再由那些乾酵素 把它轉成為一些醋酸鹽 這樣來解掉它 而中間那一步 就是一種一步去不及的時候 你中間可能有些月醇 累積了 於是乎 就是頭痛 臉紅 噁心 醉酒的這樣的景象 就是你預先說 你如果喝完酒 麵紅 都不是一件好事 是的 所以其實喝酒 麵紅 是代表那個真的 那個分解能力是差一點的 就容易 我喝了麵紅的 我喝了酒 這樣 然後呢 就甲醇 又是會變甲醇 跟著就看看你的身體 又是能不能夠將它的肝臟轉化得像 轉化不像的時候 又是頭痛 噁心 麵紅 醉酒的感覺 但是還有多個作用就是上眼 就是破壞眼睛 所以就眼瞎 如果你說是喝了甲醇釀的酒 所以其實無論是令你頭痛 甚至乎如果喝了假酒令人眼瞎的那個位置 都是在有些叫做 那些甲醇月醇的東西 積聚了在身體那裡 那一下 然後就不能夠再進一步 變成那個醋酸炎的階段 就是分解不及 那就有那個問題在那裡 宿醉就是另一回事 宿醉你不要以為是 你完全不宿醉就一定是很厲害 你本身那個解酒能力好的人 一樣可以有宿醉那種感覺 因為宿醉那種感覺 不是說因為你解不及走 而是就是說你解得及走 但是你身體那個解酒機制 收不及制 繼續去 還是認定在外面還有些酒 要去分解 那所以你那個解酒機制 繼續開著 但是已經沒有酒去分解的時候 就是那種宿醉的感覺來的 所以有些人就說 你想解宿醉呢? 就要怎樣呢? 你喝一杯 是的 那就反而就令到 就要喝越多了 是的 就令到宿醉反而會舒緩一些 這個就是題外話 但是這次呢 就這一篇報導 台長現在都展示了出來的 就是在英國《衛報》的報導 就拍著一些這樣的 就是讓紅酒的葡萄 那他就說 似乎科學家就初步找到 就是說怎麼樣去解決了 那個紅酒令人頭痛的問題 那我自己 我就沒有什麼經驗 就說喝紅酒令到自己頭痛 就是那種這樣的經驗 我反而就有趣一點 我是喝其他白酒 就是喝到他頭痛就試過 紅酒就可能就是 托奶就沒有喝到一些很壞的東西 就是便宜的喝不少 但是真的喝到人頭痛的 我又沒有很遭遇到 那他就說到就是說 他找到一個機制 就是說 怎樣可以 令到那個紅酒令人頭痛的效應去減低 就是首先就是說 他先找到一個兇手 究竟紅酒 就是如果好像台長你所說 或者好像這個新聞所說 是特別容易令人頭痛的話 那究竟紅酒裡面存在著什麼 那些什麼令人特別容易頭痛呢 這個就是 現在的科學家就似乎找到一個初步答案 但是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剛才我們說 譬如說那些甲肘的導致頭痛 那些有毒的嘛 但是起碼現在導致頭痛應該不是毒來的嘛 不是毒 但是在你身體做了第一步分解之後 出來的東西其實是有毒的 無論是甲醛還是月醛 不過甲醛比月醛更毒的意思而已 就是說你本身喝的酒下去 就不是甲醛害你的 是你的身體分解了甲醛之後 出來的甲醛害你的 同樣就是那些酒 當月醛對你會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月醛解出來的月醛 也是最令到你面紅的那些東西來的 所以整個過程 你要完全是不塞車 將它由一步一步解下去 這樣不塞車地來解下去 這樣就為之你的身體的機能能夠解掉那些酒 令到那些酒的成份 也都不會產生一些副產品出來去害到你 就是這樣的意思 好了 現在他的篇文就說 他們找到那個原兇了 叫做Binotic Flavonauts 我是這麼操作鼓來讀的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中文 我現在查一查中文什麼 其實查了中文你更加不明白 我也查過 那些叫做分類的 我都不會說 但是不如說一些直觀一點的東西 其實負責研究這個問題的這幫科學家 他們就發覺 剛才台長所說的 這些Phenolic Flavonauts 這些這樣的化學物質 是特別容易在哪裡找到呢 就是在那些紅酒葡萄的葡萄核的皮 以及那些葡萄本身的葡萄皮 就是說尤其是那些紅葡萄本身的皮 就是 也都是帶來那個紅酒的紅色 但是這個皮本身也都含有一些 一種的物質 是會特別搞事的 而且在那個葡萄核的外皮那裡 都是會特別含有得多這種這樣的物質 這種物質就是怎樣呢 其實這裡就要聽著了 它就是阻止你 將那些穴泉進一步分解做草酸鹽 因為如果你身體你的肝臟 要將那些穴泉進一步分解成為草酸鹽 就要有一滴特定的酵素 那些酵素黏在那些穴泉裡 再將它分解 但是有了這種酵素的酵素 它就會阻止你肝臟分泌出來的酵素 和穴泉的結合 於是乎令到你分解的那條馬路通道 特別就塞車了 令到你本身明明有這麼多 就是這個穴泉分解能力 就分解得弱了 就令到那個穴泉積墜多了 於是乎其實就是一套東西了 就可能令到你真的頭痛又容易了 然後就是那個臉紅也都會容易了 就一套東西這樣去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理解這些中毒頭痛的機制 我們就說會不會裡面多一些什麼雜質 那個雜質就是不參與任何東西 那個雜質就直接在你的身體做令到你頭痛 這個我們最容易就會想到這樣的事情 但是其實現在很有趣的 這種雜質現在講到 由那種紅酒葡萄本身附帶下來的這種物質 它就是參與在解酒的化學反應上 就阻慢了解酒的化學反應 於是乎就令到你多了這些解酒的中介物 這些中介物就是令到你頭痛那樣東西 就是現在這個科學家他們找到的機制就是這樣 但是你問我呢 會不會這個是唯一令人喝酒頭痛的機制呢? 純粹我自己一個既是喝酒 還有對於我那些人體生化的機制很粗淺的了解 我就覺得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種機制了 會不會發現這個機制之後就可以發展到一些方法 令到那些紅酒那些葡萄皮的那些成份 不會阻慢到你身體去解酒呢? 那可能你能夠成功地去阻止到這些葡萄皮的那些成份 去阻止你解酒就令到你沒有那麼容易頭痛 但是會不會還有其他的機制都是令你頭痛未發現呢? 那我會覺得一直都會還有的 他這裡有說的他也說是因人而而的 有些人在這方面他解酒的能力比較差就會做這樣的 但是即使在紅州裡面他都有分類的 就是那個名字我不讀啦 因為實際上是廢前獻酬啦 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來的 他就說原來他在那些皮裡那些葡萄皮的那些曬得多陽光呢 是會導致這種的物質多一些的 如果這種物質多一些的話呢 又會導致剛才我們說的那種情況 那為什麼他一開始拍了這張照片呢? 初來我都不在意的 這個就是應該在加州那邊的NAPA 一個很著名的出產 NAPA Valley NAPA Valley 香港人有賣的不過不多 就不是發財的 不貴的都是抵任的 這個是其中一隻漂亮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是Cinfondoy 就是另外一隻葡萄 就是加州才有的 但是他就說這隻呢 原來曬的陽光那個曝光率呢 是高過這個法國 和其他地方五倍的 哦 那他拍這裡就特別 這一隻呢 就特別 應該就特別導致你頭痛 就是你有種數 那以現在那個分子那個 就是那個基因的改造技術呢 我懷疑 就是如果這件事情 就是影響到那個銷路呢 他們可以做到一隻 就是喝完之後不讓你頭痛的紅酒 這樣啊 你這裡講開真是 其實有一兩支 竟然是我自己都大約會知道的 NAPA Valley的Rex 就是紅色的Cinfondale 因為Cinfondale其實都分很多種 又會出一些粉紅色的 又會出一些白色的 又會出一些紅色的 就是這樣 那真是不貴的 就是可能你講的 就是可能一百多二百港幣 你買到一支 你很厲害啊 你講得出那個葡萄紙 叫什麼Cinfondale 就是 這些我們 我很有限的 我剛好那一支我喝過 我們為了做這個酒的節目 我成為要念的 什麼Pietro是知道的 Cheraz啊 Cabias or Vion 那些我們要念的 Cinfondale比較冷碗的 因為 正正因為我在美國時候 有機會接觸到多一點的意思 但是那一支真的不貴的 就是我覺得 如果純粹你做一個粗淺的實驗 看看自己容不容易頭痛的 可能就 買一支這樣的東西 自己試一下 但是我覺得很好 這個新聞 因為一般來說 我看完這個就算數了 但是呢 裡面那些科學的知識 就是剛才你講到 譬如說為什麼喝完 假酒會淹麻這個呢 我覺得大家很有用 這些知識 現在 但是怎麼說都好 如果一旦混合了甲醇 那些 除非你真的找自己實驗而去試 否則你真的 那支酒是假的 你真的很多時候喝下去才知道 那麽也都有人會說 聽說過 因爲那個甲醇的揮發性 比乳醇更加高 那麽所以呢 你說呢 有了這種技術 就是就算現在不要講到 那些有毒的甲醇的酒 你普通的乳醇的那些正常的酒 爲什麽會有些會令到你特別容易頭痛 如果我們知道這個機制的話呢 其實我們很容易就會想到 會不會以後我們找到一些添加的材料 甚至乎有些 給你喝之前去吃定一粒的一些叫做解酒藥 甚至乎是防止你頭痛的藥 那麽就可以做到出來 令到你的身體 可以更加不會出現那個解酒塞車的現象 那麽我覺得透過了解這個科學 就給了一些很好的方法 令我們真的可以喝得舒服些 和最重要就是令到身體的損害是少些 他這裏有提的 不過我又免得讀這個名字 就是現在我提醒了這個 他原來就是了解這個機制之後 他們有一種藥 就可以有出了這些問題之後 可以解決到這些病徵的一種藥 是啦 是啦 我們在這裏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人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你怎樣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修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何我們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去追究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究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事情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還不重要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如果是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我來的時候 對不起